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嗨 最近自己DIY升级2017MacBook Pro 13寸的MH2 PCIe SSD 会在开盖叫醒后常有无预警自己重新开机 或是找不到MH2 PCIe SSD出现警示语而无法使用 最后也都只能强迫重新开机才能使用这问题 实在很烦人 所以我询问了一下卖MH2 PCIe SSD和转接卡的买家 结果大家不用猜也知道 卖MH2 PCIe SSD说是你转接卡做工品质有问题 卖转接卡说你的MH2 PCIe SSD不支援Mac笔电要换掉 这时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大家就又推来推去没完没了 好了大家都不要吵了 我全都买了 我买了网络说品质比较优也比较贵的另外两张转接卡 而在MH2 PCIe SSD要找到好一点有做短尺寸的版本真的很不容易 就算找到了价格也是贵翻天 这价格都可以买2280尺寸的1TB版本了 所以这次MH2 PCIe SSD是改用另外一个YouTube推荐的 金士顿MH2 PCIe SSD A2000 1TB长度是2280版本 诶 应该会觉得很奇怪吧 这2280长度应该是没办法固定在上面使用啊 对 没错 真的没办法固定使用 所以这次又要吐爆改装大法来完成这次测试 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短版的MH2 PCIe SSD真的贵又难找 就先这样搞了 而这次测试先从GH2 PCIe SSD替换查起 而且这次我也不做系统资料转移 直接用USB安装碟 用最干净纯净方法来安装MacOS 来看看是谁在搞鬼而出问题 这样就应该没有人会在嘴 使安装软体所造成不正常关机问题 OK 马上来动工 Go! 而在拆2017MacBook Pro 13寸的方法有点忘记的完成 请回上一集再回顾一下 这里我就不再多解释了 一样再提醒一下 要记得断电再替换MH2 PCIe SSD 再来就是把这转接卡组拆下来 把SN530先拆下来 再把A2000 1TB MH2 PCIe SSD 装到转接卡上面 这时你会发现 A2000 PCIe SSD 是会翘起来无法固定 不用怕 用土爆方法就可以修好这一个问题 用双面胶和纸胶带就可以固定好 小事一件啊 说真的 有时候我认真起来 连我自己也会害怕 也没办法 谁叫你们要逼我啊 我只能发挥人类无限潜能 来克服一切困难了 最后确认没问题 再把转卡组插回卡槽里 OK 完成 啊 不对 我的天啊 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MH2 PCIe SSD 不能先撞上 这样子左边固定螺丝 就没有办法锁上去 看来是要先插上转接卡 锁上螺丝固定后 再把MH2 PCIe SSD 装上去才对 再拆下来重做修改一下吧 我的妈呀 这双面胶贴的真紧 有过难拆的 OK 修改完成了 呼 再用拆的方法 反装回去就可以 上盖一样用纸胶带固定 等所有工作确认没问题 再固定锁回去 好 卡一机 这里有个重点 大家要注意一下 换上新的MH2 PCIe SSD 如果都没有格式化过 直接装 大约要等1到2分钟后 电脑才会开始 机动开机 如果超过这时间 都没有开机动作 就请再检查一下 你有没有安装好 正常开机后 应该就会出现 没有开机碟的警示 不用担心 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没有安装系统 连格式化都没有 再来拿出 制作好的 Mac OS USB安装碟 制作安装碟的方法 也请参考我的黑苹果教学 但要温馨提醒一下 2017MacBook Pro 只有支援Type-C插孔 如果和我一样使用Type-A USB安装碟 请记得买个USB-A 转USB-C插座 装上去才能安装使用 别忘了 插上USB安装开机碟后 就会自动进入安装程式 到磁碟工具程式 把A2000M达度PCIe SSD格式化 硬碟名称照自己喜欢设定就好 其他照原设定不动 按清除 完成后退出 选安装Mac OS X 继续 继续 同意 同意 继续 接下来就等它安装好就可以 OK 安装完成 先到左上角查看关于这台Mac 版本为11.5.2Mac OS Big Sur 储存空间为1TB固态PCIe硬碟 YES 可以正常辨识到A2000 ETB 先来测试一下A2000在2017MacBook Pro的读写速度 OK GO 目前测到读写速度为2045和1935MB每秒 目前和SN530比较起来 感觉没有差多少 再来测一下A2000大量资料写入后 最后会掉到多少 测试资料档一样都设在最大纸 OK 没问题 GO 测到最后数据由写入为2030MB每秒 读取为2102MB每秒 嗯 没搞错 这表现也太好了吧 诶 我测试资料档没有设定好吗 嗯 没错啊 都正确啊 怪了 再来测试看看 GO 我的妈呀 还是一样快 这表现真的比SN530好太多了 看样子我越来越觉得会自动重新开机 和叫不醒问题 可能真的是M.2 PCIe SSD的问题很大哦 没关系 不急得下定论 再来测一下换装A2000后的睡眠功能是否正常 就知结果是如何了 但老实说 在前面所测读写速度都比SN530好 睡眠叫醒我觉得会是一样结果 应该都是一叫就醒才对 嗯 现在笔电风扇是完全停止 进到睡眠待机状态 好 来叫醒它 GO YES 没问题 也是一叫就醒 再来测一下翻开叫醒测试 因为我有好几次都是翻开就重新开机 或是找不到N.2硬碟 好 打开 GO YES 没问题 也正常叫醒 赞 再来拔掉电源再多试几次看看 不错哦 目前测试起来都蛮正常的 也快速叫醒使用 OK 接下来关机把背盖螺丝都锁上固定 完成 开机 嗯 不错哦 感觉开机越来越顺畅 反应也快 接下来就再等我试试换A2000后 还会发生什么重大问题 再来和大家报告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 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看得很过瘾 除了留言赞免鼓励我之外 在资讯栏里面有我的频道会员连结网址 你加入频道会员帮助我 我就可以找更多好物来拍摄 把影片做得更好 谢谢大家支持 所以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订阅和分享 也记得把你的铃铛打开哦 这样随时才可以收到我上传的最新影片 拜拜